修菩萨行最重要的是能够发菩提心 慈悲心与平等心 大悲咒即是千手千眼观音所宣说的无上咒语 也就是千手千眼观音的根本咒 它一共包含了84句415字 我们一直享福就是想要享受福报 福报就越来越少对不对 那我们要叫做喜福 就是多出来的我们尽量多给别人 多付出那里的福报就会多 那个叫种子 福报的种子 就会越来越好 那么这是大悲咒的功德与利益 非常多 我们会持大悲咒会有15种善生 15种好事会出现 就是会得生善果遇到善王 遇到善游 常逢善游 常值好时 做什么都遇到常值好时 遇到好时机 就是说 比方说你喜欢玩股票的 你刚好进场它就涨 刚好退出来它就跌 有的相反 它刚才涨它进场就开始跌 它出场它就开始涨 逆势操作 那师父都不是那一种 师父是那个常值好时的那一种 都会遇到这个好时机 好时机 就是让你的事业更轻松 这样 所以那持大悲咒会有很多的 这个叫开创创造力 好我们这个世界就是要开创 好开创就会赢啊 就是人家还没想到你就想到 好你就夺得这个先机嘛 修菩萨行最重要的就是要发菩提心 慈悲心与平等心 如此才能广度友情 波折只有独善其身 而不能奸善天下 十方新闻记者 赖云菩萨 桃园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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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